最近普及并受到各种平台喜爱的幸福三重奏 不是腾讯视频的结果 三对明星复苏的真实录音过程 让观众看到了很多快乐 虽然陈建斌讲秦琴 是一个大陆演员 并且有许多代表作品 但两个人的相处模式 也受到许多观众的喜爱 虽然这两个人年龄相差几岁 但是两人相处模式是完全出乎意料的 陈建斌老师很幽默 很有孩子气 蒋琴琴也愿意陪着陈建斌一起笑 两个人互相呵护 这两个是因为拍摄乔家大院 并且坠入爱河 本来是应该受到祝福的恋情 但是因为陈建斌当时有女朋友 而蒋琴琴变成了小三 在这方面 蒋琴琴她就一直背负着小三 逆称在蒋琴琴之前还解释说 她手里拿着陈建斌 给女朋友写了一封信 吴越 她不是一个没有仁慈和不道德的人 并且一些网友已经整理了三个钟的间线 表明蒋琴琴没有插足当年感情 然而 最近有人怀疑吴越在社交平台上回应过去的事情 她说 她一直不愿意回忆起那些人所做的事情 而且写下谎言以及之前幸福的背叛最终是错误的 怀疑表明蒋琴琴插入了当年的感情 但是当事情发生了那么久 他们也有了各自生活 无论你怎么争论都没有结果 结尾是固定的 任何人都不会改变任何事情 还是做好自己吧 如果不想给别人打工 月入十万赚钱行业 如果你想月入十万 微信81040330 你不想给别人打工